688我觉得都OK的 内房近期就都真是一个布设的板块 主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担心很多内房企业的债务还不了 还有就始终现时 他们要在外面 譬如香港这边发债、发美元债 吸引力都是大减的 即使你说一些叫做有实力 或者一个杠杆比率不算特别高的内房公司 都是受到拖累的 例如农户一样 明明杠杆是相对低的 一些很稳健的民营房企 都是见到债价近期跌得很厉害 但688当然是更安全 因为本身真的有国企背景 兼且在资产负债表上面都是很稳健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来到内地的楼市 真的我估计 到下半年慢慢是会 就是复苏 那个卖楼开始有改善 照着688都是其中一个受惠者 所以你说原价在20元以下 我觉得都是有些吸引力的了 那么对我来说 就算是重量了 就是重量了 所以我说得上是一个 就是重量的